所有的食物都沒有所謂的好跟壞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再來聊聊 澱粉這件事情 還有分成很多的類別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吃的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想說Ricky 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想來聊聊 其實所謂的澱粉 它沒有所謂的好與壞 大家都會覺得說澱粉就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會去把它妖魔化 就是覺得我減肥就是不能碰澱粉 澱粉就是萬惡的根本 但其實所有的食物都沒有所謂的好跟壞 它就是營養素 它的三大營養素 蛋白質 脂肪 太水耗 三個主持人比例的不同而已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再來聊聊 澱粉這件事情 還有分成很多的類別 其實大家都是可以吃的 以及該準的去注意它 請問一下 白米 紫米 糙米 跟黑芽米 真的有差別嗎 其實我們可以先去理解一個概念 所謂的 大家都說可能白米飯比較不好 然後糙米比較好 但其實它整個東西都是一個鼓類的來源 原本它從一個採收過來 它就是一個鼓 然後呢 它會把外皮的去掉 就是從糙米把這些外皮都去掉之後 然後就變成這個所謂的精緻化的白米 而這個去掉這個鼓類啊 或者那個殼啊 裡面其實還有富含GABA 或者是B群啊 或者甚至是纖維子 這反而是我們更喜歡的東西 因為你單單只吃這個白米飯 它可能會讓成我們的血糖上升 大家就覺得很害怕 哇 血糖上升感覺好可怕 但你得知道一個概念 不管你今天是吃糙米 還是所謂的白米 甚至是紫米 五穀米 黑芽米 它的血糖都會上升 但這個時候就要看的點是什麼 GI值 高GI值的話呢 它的血糖上升速度比較快 低GI值它上升速度就比較慢 但說句實話 如果你吃的量都是一樣多的話 上升的快 跟上升的慢 它都會到那個點 所以我認為呢 語氣正門的在意這個 GI值這個血糖的變化 你不如更應該去瞭解的是說 你吃的總量是多少 懂得分總量 那請問一下VT老師 白米跟紫米 哪個比較好 哪個不好嗎 其實紫米跟白米是差不多的東西 它都是比較屬於高GI值的澱粉 所以說實話 它們兩個是一樣的特質 那我們這邊再拉回來看 我們不要去把它給妖母化 它就是澱粉而已 碳水化物 我們人本身一天就是所需要 一定量的一個碳水化物 你本來就是可以吃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注重一點是什麼 控制總量 只是在可以的情況之下 可能可以選擇就是超米 或者是五穀米 這個會更好一點點 請問一下VT老師 超米跟白米比較健康 那它熱量應該會有差吧 其實不管你是什麼 剛剛講的超米 五穀米 白米 或者是紫米 甚至是黑米 它只要是米 它的熱量都是差不多的 它們唯一的差距就是可能 外層這個皮 它裡面這個纖維質 跟這個冰雪 還有裡面這個 Gaba這些東西 這是微量原氧素 這些微量原氧素有差異 那為什麼 像我爸爸去健康檢查 醫生覺得他快要糖尿病 跟他說你的白米 要完全換成超米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解答 因為他已經快糖尿病 它是屬於糖尿病前行的病 代表說 它這個胰臟的這個負荷量 可能是比較大的 或者是胰島素敏感度比較不明顯 所以他會希望你的食物呢 都是屬於DGI值的 不要讓一口氣血量上升得太快 因為它這樣 你的胰臟這個做功能能量 要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他希望 它會降低它的負擔 所以既然已經換成超米 烏龜米 甚至是換成全骨類的 那個澱粉 所以不是因為他會比較好 是因為他需要這個 是 你說對了 不是他比較好 而是他需要這個 現在要介紹的是 麥類的 那你可以跟我們聊聊這個東西嗎 醫教授 大家一定都有聽過一個詞 叫做Gruten Free 就是 我不要有膚質的東西 我對膚質是有過敏的 有人在說 這個小麥類的東西 裡面有一種蛋白質 就叫做膚質 假設你沒有對他過敏的人 他可以是你適取 非常多蛋白質的一個來源 但很多是對膚質過敏的人 欸 他就有可能造成你的腸胃的問題 甚至腸肉症 過敏等等的狀況 這就是麥類比較雙面的一個地方 那怎麼樣子才會知道 自己有沒有對膚質過敏 哇 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過敏這個問題 一律的解決辦法 就是用 什麼意思呢 就是 你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先固定吃某些食物 然後並且把那個拿掉 然後再去一一的做變化 所以你要先確保 你吃這一類的食物都沒有問題 那一個一個嘗試 所以你的量要慢慢的加上去 所以那一陣子會非常的痛苦 那請問其他一位來的 Rudy老師 那 飯跟麵 它沒有誰比較好嗎 那或者是說 麵不會比飯好嗎 那像是 通常我們講的一碗飯 喔 它差不多等於兩碗麵 那你說 麵好像可以吃比較多耶 對 相對講麵感覺吃起來比較多 但它有這個體積膨脹的問題 但其實分量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有時候你不用想說 喔 我一碗飯就等於一碗麵 嗯 我就這樣來做減肥 不用這樣子做 因為其實一碗飯等於是兩碗麵 那相關的這個分量 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減脂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會吃意大利麵的 我覺得吃意大利麵是沒有問題的 它甚至可以讓你更有飽作感 所以如果外食搭配的情況下 你去吃那種意大利麵店也OK 但你就要吃青草類型 海鮮類型 這樣就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我很常看到Rickel是在吃燕麥類 相關的東西 對 那請問為什麼燕麥 它是有什麼好處嗎 我意思怎麼說 其實燕麥這個東西就像是吃那個 無辜米的概念是很接近的 它是雲形食物 所以裡面的纖維都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可以同時吃在澱粉的同時 我裡面還是有纖維的 而且纖維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非常非常重要 它可以幫助我們排便 然後幫助我們糞便的成型 甚至可以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然後相關的問題 這些是我覺得它最棒的原因 所以我很喜歡早餐吃麥片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早餐也可以換成麥片 飯跟月曼可以吃的份量很多 一碗飯等於80克的麥片 而這樣兩包 大約就等於70幾克的麥片 所以等於可以吃兩包的量 然後看你加熱水讓它膨脹的程度 它吃起來飽足感也是很多 所以它並不是說看重量重 就代表可以吃得多 有時候是你吃進去那個飽足感的感受 每一個人的個體差異是不同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嘗試 兩個熱量相等的情況下 你就吃哪一個比較有飽足感 這個就可以適合你去做減脂 哦 學到一課啊 大家都知道要多吃根莖類的 那哪一些才是屬於澱粉 像是芋頭 南瓜 馬鈴薯 地瓜 山藥 甚至像鹽藕 這些其實都是所謂的根莖類的一個澱粉 而這一類的都是我最推薦吃的澱粉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都是所謂 原型食物以外 你都可以直接吃它最原本的樣貌 裡面的纖維質你不會錯過 它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纖維產品 所以我們都會多推薦 要多吃顴骨類 而所謂的顴骨雜螂類 它的體積也比較多 你可以吃起來更有飽足感 例如你可以吃一碗飯要減肥 但你吃地瓜 你可以吃到220克 但是呢 你可能只要吃到三分的量 就大概160幾克地瓜 你就可以感覺一碗飯的飽足感 但熱量的同時 你就少了起司大喊 這就是可以長期下來幫助你的好方式 玉米呢 玉米也是同樣的概念 它也是有鮮紋的 所以其實是玉米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 劉老師 這些原型食物都沒有好飯嗎 食物沒有所謂的好與壞 它就只有份量的多廣 但我個人認為最好的方式是 8成的食物 你可以吃原型食物 健康的食材 2成的食物可以吃你喜歡的東西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今天要做的東西是叫做減脂 減脂你一定要結合生活 你只要結合生活 這些東西你都不可以吃 你沒有所謂的忍耐的問題 當你不需要忍耐 你就可以堅持的下去 所以下方有個不錯的內容去看一下 減脂結合生活 賣相更好的物 反正裡面的內容都是非常棒 我希望各位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它不會花你太久的時間 一定會給你有很好的幫助 趕快進去看一下 在資訊欄裡面請 我可以補充一個問題嗎 就是 所以真的是 什麼都可以小吃就吃嗎 我都會吃健康的食材為大部分 但是今天說出去 比如說吃燒烤啦 聚餐啦 聚酒屋啦 Buffet啦 或者甚至是 朋友約一些小酌的局 我都會吃 我也都會喝 我並不會避諱 同時狀態還可以保持好 這不是一件最棒的事情 同時狗屋老師請問一下 就是紅豆、綠豆啊 或者是什麼藝人、毛豆、黑豆這些 不都是很養生的東西 它怎麼會是 它是澱粉 哦 對 你看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民眾會覺得 這些東西很棒啊 很健康啊 那 它怎麼會是澱粉 這就要代表什麼 首先 它先認為 澱粉是一個不健康的東西 所以 它就先把澱粉先妖魔化 所以它就認為說 這些好的東西 不應該跟它做起來 它可能是獨立的一類 還是特殊的第七類等等 真的 沒有 這些所謂的豆類 基本上都是澱粉 但只有三種豆 我們會說它不是澱粉 所謂的 毛豆、黑豆、黃豆 所以大家知道 只有這三種豆 是蛋白質 其他的 你都可以把它統稱為澱粉 而是豆類又有一個 和好的好處是 它是所謂的澱粉來源 如果你換成豆類 它又有纖維 所以我們在喝的四神湯 其實是一碗澱粉嗎 它對於四神湯 它也是所謂的澱粉 那包括你可能去吃那個什麼 鮮玉鮮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譬如玉圓、地瓜圓、藝人、紅豆、綠豆湯 那些全部都是澱粉加糖的混合物 我們不是選了一個很健康的東西嗎 沒有 四神湯耶 四神湯耶 養生耶 那些都是所謂的澱粉 那它也沒有什麼不好 你就是很多的碳水而已 那他們跟我加冰糖 那當然更多糖 你冰糖也一樣 你可能想 我加冰糖、黑糖好健康 還加蜂蜜耶 它都是糖啊 它都是碳水化 都是澱粉啊 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並沒有比較健康 它只是本身食材聽起來好像很健康而已 但不好意思 他們都是碳水化 那你說 那你不是說沒有什麼不好 對啊 但你要看你的重量 我想再多問一個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很多減肥法 都會說 不要吃紅蘿蔔 是不是因為紅蘿蔔也是澱粉嗎 紅蘿蔔呢 屬於蔬菜類 不管紅蘿蔔 白蘿蔔 這都是蔬菜 而這個蔬菜類裡面呢 又有分它的碳水化物的含量 它還沒到達變成澱粉的量 但是它的量確實還蠻多的 所以當你吃大量的紅蘿蔔啊 或者是白蘿蔔啊 它的碳水化物含量也是比較高的 它也有可能可以很接近 我們所謂的澱粉含量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而已 不是說不能吃 而是它的碳水化物含量比較高而已 那紅蘿蔔吃多了 真的會變黃多了嗎 嗯 一定會了 它代謝下來的硬直長這樣 Bella Q的Tony 就是會到身體全身變泛黃 所以眼睛會變黃嗎 它就是如果剛好你缺乏維生素A的話 如果你吃它 它會幫助你改善 如果真的想變好 你可以吃看看華益精明 可以幫助你改善眼睛的皮膽 好 這幫大家做個簡單的原則 今天講了很多關於澱粉的一個話題 但是其實最重要是什麼 你要先知道你可以吃的總量是多少 所以你要去抓一下說 我的基礎代謝率 跟我的TDE 跟我的堅值熱量 抓到多少 然後就回推下來 我一整天可以吃下來的澱粉量 吃多少 所以你要先有這個概念 它沒有所謂的好與快 而吃澱粉呢 其實對我來講 它是非常有幫助 如果你今天是有在訓練的人 多吃澱粉 你的訓練強度會提升 它會增加你整體的代謝量 還會讓你的訓練表現 狀態變好 肌肉也會提升 甚至更好的幫助你去做健身 所以如果你有在運動 千萬不要不吃碳水化合物 它對你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總量 是我覺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吃什麼樣的澱粉都可以 那我想減脂的話 我該怎麼吃的份量呢 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通常早中晚都會吃一碗飯 而這個所謂的一碗飯呢 就是等於所謂的四份澱粉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這個一份澱粉吃多少 如果想要堅持 你當然就是要比這個一碗飯 再少一點 比如說半碗飯 或四分之三碗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好 自己做一個數字的拿捏 那我們等我幫你們整理好 我們的這個食物代換表 一份澱粉等於多少和量 都蠻精緻的圖 只要加入我們的LiteA 輸入小組CD8013 再輸入我們關鍵字 就可以拿到這份的圖表了 所以各位麻煩記住一件事情 什麼可怕的東西 它也對我們來講 是很有幫助的一個食物 所以對於我來講 我並不會說我的忌澱粉 掌握好你的份量 跟控制它的頻率 以及多吃顴骨類 還有這種有纖維的 反而對你來講 它是更加分的事情 我是尚師Ryuki 喜歡這類健康知識型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